大家好 欢迎观看金鼎和GoldMarkets共同举办的线上讲座 疫情之后呢 房产和股市投资究竟该何去何从 相信啊 这是我们生活在澳洲的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两个话题 那么今天呢 也是非常荣幸的可以请到金鼎之业总经理Leo和我们GoldMarkets的Mike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那相信呢 今天有这个GoldMarkets还有我们金鼎之业呢 这个加入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种干货的信息 那么刚开始呢 其实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好好去讲一下 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个活动 那的确是因为在过去大家其实非常关心我们这个股票市场 这个房地产市场都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涨势 那么像是第一个问题 我还是挺想问Mike的 你觉得在过去你也是做了很多这种短视频 我们很多的这个粉丝也是非常喜欢你的内容 大家通常都会问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话题呢 的确 那么说到投资的话呢 首先根据澳洲之间会的要求 我还是要简单说一下一个免责声明 就是咱们在今天的节目中说出的任何的股评或者是分析的话呢 它仅仅是属于一般性的建议 不会考虑到您的个人的目标或者是财务状况 所以说如果您想是真正要投资之前的话呢 最好是找一个第三方来再问一下 那回到刚才主持人的话题就是从自从去年疫情之后啊 咱们都知道相继墨尔本和悉尼都进入过封城 那我们也遇到客户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在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我现在疫情在家 我因这边也出不去 生意上面现在也是关门 那我现在手里有一些钱到底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随着到了2021年的话又变成了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12个月地产和股市涨了很多 所以这个问题就进一步变成了是 现在的地对价格已经很贵了 房子房价也贵了 股价也比2020年初贵了很多 那在2021年到底是追进去呢 还是等一等 这两个问题是我在过去 00年2020到2021遇到最多的两个问题 是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好 也的确是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心声 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个房价的这个增长 的确在过去说实话 已经是相信利用从事这个地产行业很久 对不对 像是很多的媒体都在说 这个经历了30年来最快的一个增长 那我相信对于很多这个 比如说已经入手的买家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消息 但是没有入手的买家呢 应该也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对不对 就是现在入手还来得及吗 对的 我们经常在一些媒体上面看到说 哎 如果你有用你掏好房产 无论是墨尔本悉尼还是别的州的房产 那么根据过去的一个涨势算出来 每周你有一个额外的3000到6000元澳币的一个收入 这个是比绝大多数人澳洲的平均因子都高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赶上这波了 对吧 第二个如果没有赶上 大家都比较慌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来享受这波这波红利 房产上涨的红利 那么现在购买和股市也类似的 是不是太晚了 还是说有什么更好的区域推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了 我觉得两位刚开始都是在有一点卖关子 我觉得还是很想要知道这个 比如说股市还有我们这个房产市场 到底是哪些细分行业呢 这个问题还很多 但我们一个一个来 那像是麦克第一个问题想问你 其实我们在过去注意到 这个澳股跟美股呢 都是在去年疫情经历了一个 这个触底反弹的一个情势 那今年呢 刚才你也提到 的确是涨到一个非常高 好像并没有用 这种比如说是下降的这个趋势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入场的话 你觉得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或者是说你是对这个现象怎么去看呢 是的 主持人这个问题是直接要害啊 如果我们现在说的话呢 相信大家一会就不看了 是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包裹呢 留到后面一些啊 我们一开始呢 先上一些小菜 那之后的主菜呢 我们大概在两三个问题之后 会为大家揭开 但是回到这个股市的问题上 我们都知道呢 如果我们现在能够 请导播切一下PPT 我们可以看到呢 自从去年疫情之后的话呢 呃 我们红线代表的是美国的股市走势 蓝线代表的是澳洲股市的走势 我们都可以看见呢 在2020年疫情第一波来临的时候呢 两个国家的股市的下跌幅度 最少的达到了25% 像澳洲呢 是更多的达到了35%的这个程度 嗯 那虽然呢 在之后两国都有所上涨 但是呢 从去年的4月到现在来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看见 以红线为例 美国股市呢 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 甚至于超过疫情之前 达到49%的涨幅 但是澳洲200的指数 也就是澳股 澳股大盘 仅仅是上涨了 只有9.9% 换句话说 美国和澳洲的股市走势 和他们疫情之前相比 居然有接近于40%的差距 嗯 那这个差距其实呢 还非常大的 是是的 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差异呢 对的 那其实大家很 很能想知道的就是 为什么同样是 这个我们说的降了息也好 印了钱也好 两国都在刺激经济 对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研究一下 这两个国家在政策上 到底有什么不同 嗯 我们请导播切一下下一页 嗯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呢 嗯 虽然说 像澳洲和美国对比的话呢 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 美国的经济 它几乎没有停顿 也就是说 美国并没有封城 嗯 只是有限的口罩令 而且还不是所有的城市 所以 总的来说 美国的经济 从去年疫情第一波开始 只是放慢 但是没有暂停 但是澳洲的很多行业 比如说像旅游 特别是旅游移民和教育板块 是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像我们知道这个国际游客几乎是降到了为零 嗯 所以说这对于澳洲的很多的行业来说也产生了致命的伤害 对的 所以说这个很大程度上 生活在墨尔本的人都能感受到我们是经历了全世界最强的封城 对不对 对的 嗯 从我们的身材来容易看出对的疫情的影响确实很大 对啊 这个镜头今天听的导播说都没有这个ps的瘦脸力道 我非常的这个很很惭愧 没关系 我们用这个干货来弥补吗 对不对 是的 嗯 那刚才他其实说到了这个主要的差异 还是两国之间虽然政策都有非常好的这种刺激政策 但是澳洲的确是有了一个这个封城的时间在这里 那我觉得总结来说应该是澳洲的股市它有上涨 但是应该还相较于美股还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对不对 是的 没错 那其实刚才说的还没有说到另一点原因 那就是我们知道美股去年上涨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科技板块所带动 嗯 那么像我们疫情之后所经常用到的zoom软件呀 或者像salesforce或者像其他的科技板块 像微软谷歌这一类在疫情之后的业务量都有大幅的增长 而且像去年成新成为世界首富的这个特斯拉 他的总裁他实际上也属于一个科技公司 而这一些科技公司全球的主要科技公司的总部实际上是在美国的 所以说美股是在去年疫情中受益这个 不仅仅是受益于投资者更是受益于政策和量化宽松以及DC政策最大的一个市场 要这么分析来看的话我觉得澳洲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 从全球市场上来来去分析的话对不对 他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嗯好的刚才说完这个金融市场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房产市场 目前呢这个价格几乎是啊如果关注我们这个金领视频号的话 或者是关注房产市场的一些讯息的话 无论是周末的这个拍卖进空率还是说这个房价这个上涨的幅度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真的是涨得太高太快了 那么这边想要问Liu的是我们应该也有很多没有入手的这些买家想要问 现在是不是一个入手的一个时机 或者说我们这个房产的这一轮增长啊到底有存不存在这个泡沫 嗯对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这个房产上涨的一个理由 嗯那么我认为是主要是以下四点 那么第一点的话是这个贷款的利率比较低 如果说在澳洲看过澳洲过去历史的这个呃我们说现金基准利率的话 现在是维持在历史最低的水平百分之零点一 对的如果对澳洲来到澳洲再早的人的话 当时的一个存款利率是百分之十几 对吧你可以想想贷款利率当时百分之二十多 为什么就是最早的时候在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突然暴露了年龄 这是这一方面 所以说现在这个最低的一个贷款基准利率的话 导致我们的利率确实很低 我们无论说出租的话达到一个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一个 基本收益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贷款利息 现在首次事业者基本都在百分之二以下 股东投资者基本在百分之三以下 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的话失业率的下降 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人们担心就各种各样的行业都有一个调整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下面那个图表的话 可以看到失业率的话是有一个一个增加的 那么随着我们慢慢的逐渐的适应疫情 澳洲的失业率不断的下降 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人们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 对这个房产的信心是进一步推进的 人们觉得虽然有疫情 但是可能对我的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家还是继续该买房买房 该生活生活 那么第三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由于新冠的这个疫情导致的上市的房子少了 我们说任何的价格的波动都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那么在这个供给量减少的情况下 那么这一部分继续推动了澳洲房产的上涨 第四部分的话是消费者的心理 随着我们对这个市场越来越有信心 随着我们看好澳洲的这个整个疫情的控制 虽然说和我们想象的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在全球来看的话 澳大利亚的疫情控制上面还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综合所有的这个理由的话 推动了澳洲房产的一个进一幕的上涨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一轮上涨 它还是刚性需求为主吗 对不对 这个利率政策的确是非常的低 我也是在去年这个因为这个利率非常低 也是买了自己的手套房子 我相信我身边很多像这些 你们这个大咖应该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 已经在关注一些投资房 对不对 应该有吧 麦克有没有去看一些 我跟我所有的员工说赶紧买房 特别是对悉尼的员工说 今年悉尼的封城是今年你唯一的一次机会 你如果错过这次封城的话 明年房价肯定涨 如果不涨的话我给你涨工资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利的 我觉得对于这个房产市场来讲 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 就是你越早入越好 对不对 你越迟疑 反而就会错过很多 当我们看到这个上涨的这个幅度以后 你可能就已经就是说是心理上觉得有这种负担 但你其实永远都不会太迟 对于这个市场来讲 那其实呢 在过去还是有很多这样的话题 然后也其实国内啊 我就是说到中国 这个恒大应该在过去也是蛮大的一个topic 那说到他们这边的这个由于这个负债率的问题 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无论是金融市场 还是说房产市场都是蛮大的一个波动 那这个问题想要问一下Mac 就是说我们有关注到在过去这个铁矿石的价格 是经历了一个暴跌 将近60% 对不对 那他的这个事件的影响 对于我们澳洲的这个股市影响大不大 的确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三四周时间 其实恒大这个话题一直是占据的 几乎所有华人媒体的头条 很多朋友呢 可能生活在澳洲觉得是恒大是在国内 我在国内房子已经都卖掉了 我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实际上呢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呢 中国之前过去二三十年高速发展 主要是来自于城镇化建设 包括这个房地产市场的高高速发展 那么现在以恒大为代表的一系列民营房地产企业 出现了资金链紧缺的情况 这就会直接导致一个什么原因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的楼盘可能部分 出现停工 甚至于未来 暂缓他们的买地行为 进而推导出他们在建材上 所使用的钢材数会逐步减少 钢铁厂当然知道这个情况 那就会做出一个反应 就是以后我钢铁不用生产这么多 因为我卖不了那么多给这个房地产企业 钢铁厂如果不用生产这么多的钢材 那么自然他对于铁矿石的需求量 预期未来也会下降 所以说自从中国这个以恒大等等为代表的一些房产 企业出现问题之后呢 包括中国下决心这个控制住铁矿石的价格 我们可以从曲线上看到 铁矿石价格呢 是从2020年疫情当初大约是600人民币一吨 最高是上涨至1450人民币一吨 差不多涨幅呢 就是接近于2.5倍到3倍 但是从今年的4月中 1300 14的价格一直暴跌呢 至9月中大约是只有600 大家算一算 1300到600 跌幅是超过了50%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担心中国的民营企业 或者说是房地产企业 由于他在新增楼盘和现有楼盘的问题上 对于未来刚才的需求会大幅减缓 从而导致了铁矿石价格的严重下跌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蛮有说头的 因为你刚才说的是 因为房地产的情况影响了铁矿石的价格 但我觉得从股票市场上来讲 它是不是一个机会呢 或者说是大宗商品的投资来讲 是的 我们一直知道澳大利亚之前 应该说是在银行板块大涨之前 一直是矿业板块 是作为股市里面的第一板块 没错 那么澳洲的矿业板块里面最大的三家企业 分别是毕合毕托 利托和FMG 这三家企业其实也是铁矿石企业 如果我们看一下图形的话 大家不难看出 不论是红线蓝线 还是另外一条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啥线 绿线 对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除了红线 就是FMG 就是排名老三的铁矿石价格走势是出现一波大涨之外 其他两家企业的涨势并不是很多 甚至于从今年4月份开始 三家企业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 特别是像FMG的跌幅更是达到了50%以上 这个跌幅应该说是直接把澳洲的首富是打到了五名之外 其实我们也知道澳洲和中国的最近几年这个关系不太好 铁矿石是目前为止 中澳关系和贸易中少数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影响的一个产品 但是由于现在的价格下跌 也就会严重影响到澳洲的铁矿石上市企业的股价 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澳洲的比如说联邦政府的税收 以及之后的一些财政预算啊他都会牵涉到很方方面面 所以表面上来看恒大只是一个独立事件 那其实对于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来说 我们的生活养老金投资房地产 千方方面面都会受制受到这个国内的影响 对因为比确是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吗 是的对吧 那我有一个问题吗 现在可以抄底吗 铁矿石啊 对那铁矿石骨吗 对 嗯 哎你这个话题不能很尖锐呀 咱们这么说吧 如果是首先我们要知道 咱们屏幕之前的朋友们有的人喜欢吃川菜 有的人喜欢吃粤菜啊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所以说我不能 对所有人说你现在就可以抄底 或者说你现在不能抄底 因为我不知道每个人的这咱们风险承受的能力啊 或者说是你之前有没有做过股票 但是从我的基本的原则来看 我判断一个公司能不能抄底呢 有几有几个原则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公司现在是不是在赚钱 也就是他每个月或者每半年的现金流 是不是正数 如果他在赚钱 如果他是正数 那么当他的股价下跌超过40%以上 比如说以FMG为例 达到了百分之大约是50左右的下跌 这么大的跌幅 即使他长期不上涨 他短期的反弹也必定会超过10%到15% 这是我基于过去几年来对一个现金流比较良好企业 他股价走势的一个综合总结 我觉得Mac的这个分析其实跟Leo来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考虑的话 还是要在私下里来跟我咨询一下 对不对 就是毕竟是涉及到这个投资的一些建议 我们这些不同的企业呢 当然还是要根据我们投资人自己的一个自身情况 来进行这个合适的投资 那这边呢 刚才其实恒大也引出一个话题 这个他毕竟在国内做房地产这边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也许也有很多的投资人会担心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事件 会不会在澳洲发生呢 就是恒大的这个事件 要问一下Leo 这个中国房产和澳洲房产在监管方面 或者在这个支付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在澳洲方面的话 所有买家的这个定金 10%的定金 一般来说是支付在由国家管控的信托账户 这个比钱是国家管控的 没有人可以动的 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开发商破产倒闭 不能把这个项目进行的情况下 那么买家不需要说 比如说依旧极端的行为 他很自然的通过律师 就可以把这个百分之钱拿回来了 所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这点的话是和中国的这个房产买卖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是的 这边的话的确资产安全性来讲是非常好的 对 那这边的话还是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有聊到 就是说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 比如说是上涨 那其实我觉得也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吧 因为在过去可能我们买房的需求 是根据这个地理位置呀 根据这个距离市中心的一个距离 可能息息相关 但疫情之后呢 像是这种居家办公的趋势 也是蛮多的了 应该很多企业都会采取这种方式 那在疫情之后我们的一个买房的需求 或者策略会不会发生一个很大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是什么呢 首先从长远来看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看好澳洲的这个长远的地产方面的一个走势的 但是就和刚才麦克说的美股和澳股一样 一个是涨了50% 一个是涨了10% 对吧 那么对于不同区域的话 它涨幅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我们做未来的投资的时候 我们需要根据最新的一个疫情后 或者疫情后的一个变化 来做一些判断的话 目前来看我们是非常看好一个区域的 那个区域的话就是昆石兰 实际上我们说就和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任何的这个买卖涨幅都是根据供求关系来的 供给量多少需求量多少 它才导致它一个涨幅 那么我们这里有张图表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这张图表是来自澳洲统计局2021年3月份的一个数据 那么昆石兰的人口 在当年说这个全年的话涨了43,900人 这个在澳洲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增幅 大家可以同时看一下其他州的一个人口的一个走势 那么维州的话由于这个长时间的封城 非常不幸是流出人口42,900人 那么正是由于这个短期内 43,900人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增幅 所以说昆石兰的市场 在我们整个澳洲的涨幅情况下 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增幅 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对表现非常亮眼 昆石兰确实是因为这个得天独厚 也确实没有经历说实话 像悉尼跟穆尔本这种封城 然后由于它这种收获方式是非常舒服的 对不对 很多的这种洲际移民就在这个封城之间 就会想要去到搬去那边生活 那这边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在澳洲生活 平时也会去昆石兰玩对吧 迈克应该也去过很多次 是的 你比较喜欢哪个城市 我高中就在就在布里斯班上 所以我非常喜欢布里斯班那边的整一个氛围 它不像是悉尼和墨尔本节奏 当然了我们节奏已经比国内慢很多了 但是在澳洲的话西尼是最快的墨尔本第二 布里斯班那边主要是以沙滩库和拖鞋为主 咱们都知道 但是毫无疑问那边的气候和整一个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的 那你当时在那边读的高中 对吧 就是说那边其实教育的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 是的 而且那边非常适合咱们中国孩子去高考 非常适合去高考 对的 因为那边相对来说 咱们都知道华人的不是是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竞争少一点 我觉得像是我们中国的小孩一般都还比较 就是无论是这种学术方面都还是表现非常不错 是的 因为悉尼和墨尔本华人太多了 咱们华人对于子女的要求教育要求比较高 是吧 所以高考的时候大家都集在一起 那这个分数就很难上 那么相对来说的话 像其他几个州 特别是像昆士兰或者是南澳 那南澳人太少 昆士兰那边的话 相对的华人少很多 毕竟是第三大城市 是的 对 然后黄金海岸又是国际旅游城市 对 说实话吸引了很多这种国际明星 平时也是举办很多这种大型的赛事活动 没错 所以昆士兰市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得到很大 大家很多人的这个关注 肯定是非常的 再加上这个奥运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过去 这个2032年这个奥运就是在东京奥运会 之那个时候啊 宣布即将要在布里斯班举办嘛 对不对 所以对整个市场来讲是非常好的 嗯 对 我们这里有个数据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过去20年的话 整个布里斯班 黄金海岸 昆士兰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人口的一个增幅的表现 那么黄金海岸的话是属于近期内人口增长最快速的一个城市之一 所以说这是我们为什么第一个昆士兰第二个黄金海岸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区域 刚才说的布雷尔说的我们那除了我们说人口增长之外另外一个大的一个点的话就是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 嗯 对这个奥运会的决定在布里斯班举举办当时我记得一篇文章上面指出了就说一旦这个奥运会决定了布里斯班 那么对于每个在布里在昆士兰拥有房产的人相当于奥运会给自己发了10万欧币 对非常直接的一个 我觉得好像当时那个标题比你说的更加的就是大一点 刚刚他说的比较严谨10万欧币 但其实他当时说的是届时会翻一翻的 对不对 这个其实也是根据他当时的这个曾经举办过这个奥运会的城市的一个房价增幅 还有这个当时这个昆士兰曾经举办过这个当时是G20峰会 对当时的一个增幅来去判定的 所以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那么另外呢刚才说完这边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麦克 因为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平时在这个在之前在昆士兰这个读书 然后平时应该也是比如说度假的时候会去那边游玩 然后对于我们墨尔本来说也是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也就是我们马上要解封了对不对 是因为解封之后其实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板块来讲 这种市场板块来讲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去看这个解封之后 哪些板块会迎来利好呢 是的那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在我们股市上的话题 重点就是说解封之后哪一些板块可能会有所利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看一下解封对于澳洲来说到底有哪些变化 那其实我们知道的话呢像悉尼和墨尔本 它在11月都将陆续解封 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它这个解封一是 城市里面的解封就是咱们可以去吃可以去玩 但关键就是澳洲的国境也将会在11月末左右 预计在11月末左右解封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会有留学生啊 还有游客啊短期签证啊 他们都会陆陆续续重返澳洲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对于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 那么这两个行业的上市公司 在11月中到11月底之后都会有持续的利好 那比如说咱们经常知道的澳航啊 像悉尼机场啊像普拉三特啊这一类的公司 就算是现在他们的客流量仅仅是恢复到20%还不到 其实他们的这个股价已经创下了过去12个月的新高 所以大家都会奇怪这个客人还没进来 游客还没来股价已经上了 那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股市里面的一点预期 投资的这个逻辑就是你可能要比较早一点的这个先鱼市场 对不对是的 但是咱们说完了澳洲之后呢 那其实我们关对于股市的影响 关键其实还要看的是 国际或者说呢是 咱们说白一点就是美国的情况 我们请导播切换到下一页PPT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11月 对后面的话就关于我们两个国家的那个是的 澳洲和美国的一个对比对吧 对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个 这个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中国的缺电现象的确是正在改进中 但是从现在到年底 中国和印度的缺电情况将会继续持续啊 缺电到底缺的是什么 一是对电用电量的提高 这个需求提高 第二呢 原材料 关键就是 咱们都知道呢 有很多方式可以产电 但是 目前来说中国和印度主要的产电方式依然是活力发电 火力发电主要是靠煤和天然气 因此的话呢 对于煤炭的价格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 其实也是涨了整整超过了两倍以上 但是 从现在到年底 这个煤炭价格会随着中国和印度电力继续短缺的情况呢 继续维持在高位 再加上全球供应链的紧张 海运的价格上涨 等等等等一系列都会推高 咱们说的所有物价的上涨 咱们说的物价上涨不仅仅是西红柿牛奶 也包括了像手机价格 手表价格 衣服价格 家具价格 汽车 房子和股票 几乎来说就是呢 除了工资没涨 全部都涨 全部都涨了 对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 说实话 不然的话你是很难抵御通胀的 对 靠存钱的话是没信 对 之前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 对吧 我们挣钱的速度改不上印钱的速度 没错 对吧 所以说需要 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比不上这个物价上涨的速度 是的 所以说需要考虑房产或者投资一些其他的产品 是的 那刚才迈克刚才是 其实对于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解封之后 这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分析 那从股票来看的话 我们需要去看哪个啊 那些板块呢 是的 那刚才咱们说到像澳洲来说的话 11月随着游客和留学生的回来 包括像短期签证他们回来之后呢 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的第三产业 吃喝住晚吃喝住行 这一方面的公司将会持续的受益 刚才咱们说到像澳航啊 像fly center啊 像和旅游和这个 航空和交通运输相关的这些板块 随着人口逐渐的增加 随着海外新移民的进入和留学生的进入 这些板块都会有一个利好 那么再加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利率都是维持在0.1% 而且这个利率会一直至少持续到2023年下半年 甚至于2024年 嗯 简单来说就是房价还会涨 股市还会涨啊 一直会随着这个利率什么时候提高 什么时候会缓一缓 不提高这个利率一直空着这么低 这个印钱一直持续 那么物价会持续上涨 资产价格会一直上涨 资产就无非就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房地产和股票那就是资产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 嗯 刚才麦克分析的非常好 就是他提到了我们在解封之后 主要关注的这个三个市场 旅游业这个能源板块 还有这个银行啊这方面 那其实另外一个问题 我是想问到Liu这边了 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说昆士兰市场非常好 也特地提了这个黄金海岸 那其实我觉得啊 对于我们很多投资人来讲 像是在这个黄金海岸 或者是另外一个城市进行投资的时候 往往都是可能说我看好这个市场 但是遇到每一个项目 我还是好像不太知道 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 我自己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你一般会给予哪些建议 或者是你会根据客户的情况 怎么去说有一些因素 我们自己去参考一下的 对首先的话是看一下 现在这个市场上正在发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现在的一个市场的情况 其次的话预测一下 他未来的一个走势 从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 宏观的和微观的 我们来做一个预测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是认为是 是投资黄金海岸的一个最佳时期 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数据的话 首先给展现给大家的 首先的话是近期黄金海岸的一个销售的数据 那么根据这个ERBIS report 黄金海岸的公寓的销售量增长了97% 就我们最早的时候认为黄金海岸都认为是一个 度假的养老的养老的地方 对很少我们说我们真正生活在那里 但是由于疫情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 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由于之前的我们在谈谈日常聊天过程中 哎养老之后到黄金海岸到目前为止我们周边的朋友 确实已经在黄金海岸购置了房产已经出发了 已经决定了要去那边去 所以说这个43,900人的一个人口的增幅 确确实实的体现在我们周边了 另外就导致了刚才说的公寓的增长97% 另外的话公寓的这个涨幅23% 那么整个的这个国境未开放的期间的话 黄金海岸的市场是非常火热的 这是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中看到的 对那你刚才其实说的是一个市场的现状 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身边那些朋友 相信这个Lio身边你们两个周边那些朋友在进行 比如说我想要在那边进行一个房产投资 因为现在市场这么好 是不是说这个无论是租金回报也好 还是说是未来的这个房价的上升的空间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呢 你觉得这个怎么去看 是的实际上我在今年解封前的时候 是在黄金海岸居住了一段时间 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故事啊 之前的话黄金海岸作为一个布里斯班的后花园 当时我去黄金海岸 那布里斯班朋友找我吃饭 我就说不用了 要这么远 那他们说不远 这个就相当于从墨尔本的市中心到格兰威布里 就是他们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他们经常会周末的时候 布里斯班的人或者昆士兰其他城市的人 会选择去黄金海岸度过一个周末 当时的话这个租金的话是非常的 affordable 就是可以是承担的 但由于疫情啊 大家不能去海外了 所以都去到黄金海岸了 去到黄金海岸之后 发现这个租金不断的升高 布里斯班人在跟我抱怨说 之前我们周末随便可以来住两天 现在这个租金 只有你们悉尼摩尔本来的人可以承受的了 就是现在的一个租金的一个情况 另外的话 我们这有几个数据哈 请导播帮我们切下后面的图片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后面这个租赁方面的 一个情况 就是利友刚才提到这个租 就是说租赁市场非常火热 我觉得应该是看看他这个空置率 是不是表现非常好 因为现在无论是看悉尼还是默尔本 这个市中心意味着国境的情况 空置率还是蛮高的 对的就是一开始的某些区域 由于疫情的影响 就是国际留学生和国际这个旅行者 导致某些区域的空置率 涨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最新的SQM 就是澳洲比较权威的数据分析网站 给出的黄金海岸的空置率0.9%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空置率 在3%的话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范围 如果是低于3% 0.9%的话就是说供不应求 也就是你这个房子一旦这个出租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申请者了 对的 所以说这就是黄金海岸目前的一个 空置率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另外长租和短租的一个情况 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一张图片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短租 对 看看那边的这个租金怎么样 另外补充一点 这个长租刚才说的 第一个是空置率比较低 第二个是这个租金的情况 这个数字实际上也是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们都知道墨尔本细腻租金比较高 但是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 一房的公寓租575一周 这个应该很多墨尔本的房东都蛮羡慕的 这个时候 对 两房的公寓可以租695一周 这个让我想起了墨尔本几年前市中心的一个公寓的一个租金情况 这个相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租金回报了 对 那另外那个短租市场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参考的因素吧 因为还蛮多人在那边比如说是住个几周去游玩 那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比如说投资的时候会考虑的一个因素 对的就是短租的话 像我们在别的州的人都喜欢去黄金海岸去度假度假玩一玩 那么这有个短租的一个 一个空置率的一个就occupancy permit满租率的一个表现 他一般来说70%是一个高需求市场吧 但目前为止的话是高过80%的 就从另外一个程度上说明这个短租市场也是异常的火爆 无论是长租短租目前为止的他的租赁情况的话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做民宿的话 你一年当中70% 70%而80%左右都是出租的一个状态了 比较容易出租的 就很多情况下 我们比如说在维州买黄金海岸的房子 并不是说完全容易投资的 很多情况下就是我们自己住一个月两个月 其他的时间用来出租的 上车里面我有另外一张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房的一个租金情况 短租市场的话 一房的一个平均日租金是176澳币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种情况 在房东在过去的一年内住了三个月 比如说孩子度假啊玩之类的 其他的话出租出去了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产品 既满足了自己就是每年要去黄金海岸旅游度假这个需求 那么又有一个非常好的收益 那么我们下一张还有一个两房的一个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说了一房的话日租金176 两房因为去黄金海岸绝大部分是家庭 所以两房是更受欢迎的 那么他的日租金平均为325澳币 这个的话是非常好 另外的话大家可以从入租率上也可以看到 这是86%的一个入租率的情况 另外的话大家对于这种产品的选择更倾向于楼内有比较好的设施 可以满足比如家庭呀孩子呀 之类的一些需求 嗯我觉得这我刚刚说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看这个西分市场的时候 黄金海岸的确是表现非常好 但我们也要看区域 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租客 就是说短租市场的租客和长租市场的租客 喜爱去租住的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不对 像刚才有提到这个交通这个便利啊 还有像是离海滩的距离是吧 我们去到这边肯定是要看这个地方 距离海滩到底近不近 我是不是一下了我就能看到海 让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种度假的感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参考因素 对的 另外这边打一个小的广告 嗯 刚才分析了这么多 就是我们金鼎为什么选择了黄金海岸 选择了昆士兰 选择了冲浪者天堂 来开发sora这个项目的原因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距海边八二九米 对走路一分钟到海边 满足了这个因子 对楼内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全新的设施 所以说我们属于黄金海岸 这个冲浪者天堂的黄金位置 属于这个Q1 我们说地标建筑Q1 和珠宝三塔中间的位置 嗯 油轨电车可以直接到赌场呀 到各个方面 离河也非常近 当然我们这里不做过多的描述了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下来可以和我们金鼎的同事 来进行一个项目的咨询 嗯 刚才Leo说到了这个 其实说实话 对于这个不同的市场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还是要询问这个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 那这边呢想要问一下麦克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时间原因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到麦克是说 像是这种房产啊 的确刚才一直都在聊 这个在疫情之后 将会是面临非常好的一个上涨 那在我们股票市场里面 这个有跟我们房地产相关的一些 这种就这个板块 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呢 嗯是的 嗯 关于实体的房子的话呢 我就不多说了啊 我就主要说一下嗯 跟房地产相关的上市企业 那么我们知道呢房地产 它其实呢 从上游到下游是覆盖了多个行业 比如说上游的建筑承包商啊 建筑材料供应商 像钢筋水泥混凝土啊 或者是像这个三合板或者是玻璃 那么这些在澳洲的上市企业中 其实都有 那包括房地产也会影响到一些中游 或者下游的行业 比如说咱们说的像银行 像这个贷款的供应商 包括呢像这个运送 或者是下游的这些律师和购户师 他们都会受益 但我这里重点要说今天要说的就是 对于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来说 相对容易接受的 那就是银行 嗯 我们知道在我们付清房贷之前呢 这个房子其实呢 它是属于银行的 换句话说的话呢 前30年对大部分时间前30年 甚至于更长时间咱们是给银行打工 嗯 房价的上涨很大程度上 也能够推动银行资产价格的上升 没错 所以说呢未来两年如果房价上涨 受益方其实最大的 应该说除了建筑商以外 最大的就是四大银行 对的 因为银行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啊 这个过山过山的强盗啊 这个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中啊 你要想过此路 每一个行业他都对都得拔一根毛 所以说在澳大利亚目前财政刺刺激政策 货币刺激政策双重之下的话 各个行业都会有刺激 收益的都是银行对银行各个板块 我放贷我收贷我放贷我收贷 每一个地方收一次钱 所以说地产的价格的上涨直接就是 使得银行它本身资产价格是出现的大涨 但是我们刚刚有看到四大银行说实话 其实它的一个表现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然后而且如果你说早一点入的话 当时的银行的价格其实还可以 比如说像CBA当时是80多块钱 现在已经100多了 那你说这个价格的这个我们现在入手还还可以吗 是的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四个银行的股价走势图 其实我们能不能不难看出 对比2020年二三月份的价格 其实现在仅有四家银行 仅有一家CBA的股价是超过2020年疫情之前的价格 其他的三家呢只是刚刚达到 甚至于像这个西泰 Westpac还是低于了2020年3月的价格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大盘走势 虽然说没有美国这么好 但已经上了10% 那么其他的三家银行那是不是在拖后腿呢 如果没有拖后腿之后是不是有可能他们的涨 加把劲 潜潜力会更大的 对的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啊我们没有跟大家推荐是涨的已经非常高的 像材料板块啊或者像建材板块 而是选择了相对保守 但是稳定把握大 股息回报高的三四大银行中的三家 为啥不是四家 因为CBA涨的多另外三家涨的慢 还有上升空间的 嗯没错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聊了挺多的啊 刚才导播也是给我这边一个信息 说后台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有很多的这种提问 那我这边的话收集到两个 我先问到先问一下麦克吧 就是有一个观众他问到说过去几个月这个铁矿石的股票下跌很多 但是这个煤炭股呢上涨的这个还是蛮大的 那么未来这个铁矿石股好呢还是说煤炭股好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咱们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呃煤炭股的话呢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嗯我们先说这个铁矿石吧铁矿石跌了60% 这个时候呢去抄底有可能你是接着是飞刀 也就是我们说厨房里掉下一把刀还没到地面之前你去接 还是等他反弹之后去接是两种策略 但是呢相比于接飞刀也好或者是地产里面追高也好 这煤炭的话啊我们说的是煤炭煤炭涨了百分之二百之后 你再去接这是不是超追我们叫做嗯追高这个时候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大第一啊 所以我个人呢如果要我选我如果只有一万块钱我只能买一个股票 这个时候我不会选铁矿石也不会选煤炭会选什么呢 对的会选他们的大表哥或者是二表弟也是表情也是能源是啥呢 就是天然气为什么是天然气呢咱们刚才说到印度和中国持续缺电 这个时候是需要火力电厂发电天然气是作为火力电厂发电的一个能源之一 嗯第二他没怎么涨去年的铁矿石涨了两倍今年的煤炭涨了两倍那天然气价格呢 虽然是过去的一个月有所上涨但是他涨的对比他的其他两个亲戚来说太慢了嗯 他的所属行业的股价的涨幅也太慢了嗯 所以说我们以空间来说的话他的可能性最大另聘吸进了 我就是看这两个市场哎都不看我要看天然气 不过他分析也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是能源板块之一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找专家来给我们建议对吧 没错我这边呢也是有一个问题问到Liu也是蛮尖锐的 因为其实说实话在过去房价涨的实在是太好了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政府出台的政策还是挺少的 也没有说是真的有去干预太多 那像是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应该是房产大家都在讨论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贷款偿还率收紧的这样一个调整的政策 政策呢那是从这个2.5%提高3% 那你觉得这个政策对我们房价的这个影响大不大呀 对第一个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个影响的话更多的是一种保护 就是在一个某一时间段某个产品的早是太过疯狂的时候 政府当然是需要一个控制的 他不希望看到一个特别疯狂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市场 对吧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和最近的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是息息相关的 最近刚刚出台的一个当地买家只需要支付5% 就可以购房的一个细则性的解读 那么5%当地买家支付 25%是政府支付 70%是银行贷款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在一个房产里面 一个当地买家只有5%的一个财产 一旦房产出现了下跌或怎么样的话 政府和银行是最大的输家 所以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和银行 对于整个澳洲市场长远来看的一个 是非常还是希望房价上涨的吗 毕竟这个经济这个疫情之后还是要复苏 还是要主要靠我们这些资产的这些复苏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边有问到说 其实你刚才的那个总结 我觉得也很好 但这个这个观众他问到的是另外两个行业 一个是旅游行业 另外一个是这个银行 那你觉得这两个 其实你刚才是有说到旅游股 在解封之后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那银行股这两个让你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由于时间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快快的说一下 看大家能不能自己理解了啊 这个总的来说旅游股潜力更大 它的上涨空间更大 但是风险更大银行股上涨空间更小 涨幅更小 但是更加稳定 把握更加的 哇说的好快 我刚才好像我需要回头再去看一遍这个 对不对 好的那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就到这里了 最后还是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 问到我们两位嘉宾 有没有一些小福利 给到我们今天已经从啊 这个一开始看到这个时间段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 那你有有没有一些小福利呢 可以的 反正今天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的话 呃我们这里有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码 嗯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来自澳洲独立的 urbs report 关于昆士兰黄金海岸 surface paradise 的一个 嗯 最新权威的一个数据报告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看好昆士兰市场 黄金海岸市场和冲浪着天堂这个区域 那么我们说个最权威的一个 报告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大家给扫码 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嗯 来获取这份报告 好的 嗯 那麦克应该也不能输呀 对呀啊 我以为刚才这个善总给我们八折 卖一套这个proac的房子啊 那既然善总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么好的 这个报告我们也不能输啊 刚才我们说到的能源板块 航空板块银行板块或者是旅游板块 嗯 只要扫我们二二维码 嗯 跟我们的客服小助手联系 我们可以免费赠送一份您指定以上板块的 一家上市公司的中文股评分析报告 包括我们的购买建议和目标价格 哇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两位嘉宾啊 今天这个这么慷慨的给我们送福利 我觉得对于我们投资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干货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啊 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在这个晚上来陪伴我们 我们也是非常高兴 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有价值的内容 也希望在未来呢 能够有机会再次跟go market一起合作 给大家带来更加有价值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 好减费之后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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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ți니 artifact 34 紋 ぇ 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